第一卷,二十一章 我的頭好像重重被人敲了一下 被無憾殺人已經救我仇了 現在又多一條性侵 我真的想一下子把口罩扯低 當著這個鬚感的臉為自己來辯護 但是景成忽然間轉身離開了我室 他一言不發地在這個房間中逛了好幾次 最後他停在鬚錦前面大聲地說 你這樣叫做犯罪 我和陸宇靖以及鬚錦全部都呱了 景成指著這個房間加重聲音跟著說 先說兇手是誰 你對房間中遺留線索的推理 沒有一件是對的 陸宇靖遮著景成的三角 估計想提醒他 不要忘記他現在自己的身份 蘇錦反應很淡定 他的注意力還在案件上 噢?你認為我的推斷有錯嗎? 景成走到了第一現場的浴室 指著浴室櫃加拜與束跟著說 警方走訪調查結果表明 莊秋兒目前是單身 但是在浴室櫃的朗口背中發現了兩支牙刷 只有很親密的關係才會把牙刷放在一起 而在衣櫃當中又發現了莊秋兒的性感內衣 試問一個單身的女性買這麼多性感內衣做什麼? 她穿給誰看? 蘇錦的臉色沉穩 這樣只能夠證明走訪有疏漏 終其量說明死者還有一個未被證明 關係相當親密的異性朋友存在 景成奪奪兵人的問 一個可以把牙刷留在她家裡的人 說明兩個人的關係非比尋常 那你再想想 這間房裡沒有出現她和那個男人的合照 她的同事和朋友都認為莊秋兒是單身 這樣說明她刻意隱瞞這個人的存在 你有沒有想過這些是為什麼? 蘇錦還很茫然 或者她不喜歡被人窺探自己的生活 這個和她被殺有什麼聯繫? 警成的說話提醒了我 拉開玉室櫃,我重新檢查一次 我馬上擦大了眼 我跟著說 既然留下了牙刷 那說明這個男人經常在這裡留宿 那為什麼沒有見替蘇錦呢? 玉室櫃裡面有兩套不同的化妝品 而且適合的人群是完全不同 說明分別是兩個不同的人使用 那就是說,蘇錦的頭突然抬起 你是說另一個人是女人? 我閉嘴頭,然後說 這個就是莊秋兒隱瞞的真相 和她有親密關係的並不是男人 而是一個女人 蘇錦若有所思的頭 過了一會,她還是有點疑惑 從衣櫃當中的性感內衣 以及發現的情趣用品 說明她和這個女人有著性關係 那這個不能夠說明 我對案件的推斷有什麼錯誤 警成脫口而出 跟著說 這個是她真正被殺的原因 在死者肛門當中發現的物品 叫做虎形狸 在古羅馬這種形句都用於女巫或者槍技身上 但是還有一種情況也會用這種形句 就是同性戀 蘇錦擔高頭,和警成對網眼 跟著說 莊秋兒因為同性戀而隱瞞了自己身邊的女人 這個似乎不難理解 但這個和她被殺有什麼關係呢? 警成的聲音跟著說 時代之聲命案當中 葉文德夫婦被殺的原因 應該是為了偽造證據 而莊秋兒被殺是因為同性戀 這個是空手選擇目標的標準 你想要阻止更多的命案發生 就必須知道空手的行空規律 偽政和同性戀 我走走眉頭仔細一想 跟著說 啊,我明白了 羅馬信奉的是基督教 而在基督教的教義當中 同性戀被視為淫邪 而摩西十戒的第七條就是不可淫邪 而第九條就是不可作假陷害他人 偽政和同性戀都是不可饒恕的罪惡 空手根據宗教的戒律來殺人 陸語情也大吃一驚 他跟著說 基督教一共有十條戒律 如果空手是按照這個殺人的話 那就意味著 如果不及時抓到空手的話 就還會有八宗凶案發生 景成領領頭 嘿,你不要聽風就是雨才行 空手是凱撒的門徒 只會按照凱撒的準則來殺人 蘇錦很詫異地看著我和景成 看他的樣子 他到現在都未接觸到這件案的核心 他跟著很疑問地問 凱撒?凱撒是誰? 我沒有理蘇錦 我看著景成認真地問 但是事實上 魏徵和同性戀 的確是宗教當中不可違反的戒條 古羅馬也的確信奉基督教 你憑什麼來否定? 景成不方不望地回答 凱撒死後七十幾年 耶穌先生出生 他執政羅馬的時候 是多神崇拜 那個時候還沒有基督教 而古羅馬信奉的基督教 是從坤士坦丁大帝開始 距離凱撒時期更加遙遠 凱撒所執行的殺人法則 並不是宗教界條 而是另外一種 我們二口同聲地問 那…那是什麼? 第十二表法 我即時仿然大誤 旁邊的蘇錦和陸語程的反應跟我一樣 我們都學過法學 對於這部具有理情卑意義的刑法 當然是很清楚 十二表法是羅馬最早的法律文獻 他極其詳盡地 將法律準則分割在十二塊銅牌之上 樹立在羅馬城裡的廣場之上 上面不僅記載了法則 同樣還有處決的方式 蘇錦震驚無比 他接著說 即是說 律文獻如果按照十二表法行兇殺人的話 就意味著被殺的人不僅十個 景成接著說 這個並不是關鍵 做偽政和同性戀的人實在太多 為什麼在殺死葉文德夫婦之後 選擇千里之外的莊儀秋? 這個是整個案件的關鍵 講明兇手雖然是按照十二表法行兇殺人 但是還有另外選擇被害人的原因 景成說完這些之後 還視了一下房間 最後他的目光落在蘇錦身上 關於案件的細節 你有兩塊地方錯得很離譜 蘇錦一面認真地問 是嗎?哪裡錯了? 景成走到地下室 他指著製造的模型刊接工具說 惡魔的假面是在這裡完成製作 不用猜 這些工具表面上一定都有循文斌的指紋 但問題就是 惡魔的假面需要設計和製作 這個涉及到專業的知識 陳文斌是一個警員 他根本不懂這方面的技術 蘇錦一面嚴謹地問 你憑什麼肯定陳文斌不懂製作面具呢? 景成心平氣和地回答 惡魔的假面是完全刊接在莊儀秋的頭上 防止他增脫 而面具當中的鐵球 能夠準確無誤地塞入他的口裡 令到他不可以發聲 這個要求面具必須大小合適 分毫不差 因此面具必須控制莊儀秋之後製作 但控案現場發現 惡魔假面極其精緻 製作的時間至少需要半個月以上 那麼問題就是 莊儀秋只是請了一個星期的假 在這段時間內 兇手是不可能這麼急事做得出這個惡魔假面 陸雨晴疑惑不解地問 既然陳文斌沒有時間製作惡魔假面 又會是誰製作的呢? 景成的聲音帶著淡淡的笑意 哈哈 有誰比自己更加熟悉自己呢? 這個房間的主人 不是剛剛就一個模型製作專家嗎? 陸雨晴大吃一驚 蛤? 你是說莊儀秋所製作的惡魔假面 是他自己做的? 景成掩咬頭 他目不轉睛地注視著蘇錦 他竖起了兩隻手指 莊儀秋離奇地消失這麼長時間 為什麼沒有人發覺不妥呢? 我接著景成的思路說下去 欸,莊儀秋在被害之前 曾經向公司的領導當面請假一個星期 既然是優價 那一定沒有人會想到他失蹤的 我說到一半 突然意識到自相矛盾 兇手要處決莊儀秋 還製作多罕接面具 再將他關入鐵籠 所需要的時間 剛剛好就一個星期 這個我和莊儀秋請假的時間吻合 他並沒有在威逼之下請假 我嘴角動動一下 接著接著說 即是說明 莊儀秋是懂得兇手的 景成掩咬頭 沒錯 不單止懂得 而且關係還非同一般 可以令到他在幽靈船員工的最後關頭 放棄手裡的工作請假 就可以看得出 兇手對莊儀秋來講很重要 甚至乎 兇手還能夠令莊儀秋 根據自己的頭部尺寸 製作惡魔架面 蘇錦也好像被提壺罐頂一樣 馬上轉身來 對警員說了 馬上重新調查秦文斌的資料 找到他和莊儀秋之間的關聯 景成忽然之間嘆一聲 偷著我已經習慣了個嘲諷 嘻嘻 嘻 都說你是一條毒蛇 但是為什麼我感覺到 你這條毒蛇 真是沒什麼老的呢? 估計從來都沒有人會在蘇錦面前這樣說話 他先是呱了一下 我明顯感覺到蘇錦在控制自己的情緒 現場的氣氛一度尷尬 他死雞撐飯過去這樣說 是你推斷出 莊儀秋懂得秦文斌 不懂得莊儀秋 蘇錦的目光敏銳地看著景成 他表面極其忘言 你這個說話什麼意思? 景成的聲音似笑非笑 啊? 用不用我為你還原一下 發生這裏的凶案真實過程? 我心裏並不一聲 我見識過景成對案件的重組 但是在蘇錦的眼皮下 變成瘋狂的怪物 我擔心蘇錦很快就會察覺有什麼異常 我剛剛想制止的 但是聽見蘇錦透著一絲不服氣的聲音說 好 那麼拭目以後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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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